黑夜之中 总有淋渊厂 新三清工厂的燃烧塔 不断喷出橘红色火光 不少居民闻到恶臭 半夜提心吊胆 一早里长赶紧出面解释 要民众别担心 总有那个燃烧塔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排放 它一先一排放出来 完了就得灰 五回因为我们条件事业没有 还有发生异常 总有淋渊厂也澄清 新三清工厂 25号上午9点多 开始投料起炉 因为起炉初期不稳 产生不合格气体 送到废气燃料塔处理 才会产生火光 在制装调整当中 会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会排放到我们的 废气燃烧塔燃烧 所以昨天为什么会有火光 跟炸云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昨天我们就 慢慢慢慢在安全的状况之下 把这个乳停下来 高雄市环保局也用AI云端监控系统 全程进行监控 直到晚上8点半左右 火光变小 全程进行监控 因为20时30分火光变小 目前持续监控中 虽然这次没有发现粒状物 但居民会担心 也不是没原因 因为光是3月份 10号16号都曾经因为 以吸气体造成污染 中油林园厂面临被 环保局开罚最高500万元 虽然这次没有造成污染 环保局也会持续监控 如果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 会依照空无法开罚 明星文黄建宇高雄市报导 连 has perpetrated 散音conom 新闻 请